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一的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这个免费call in 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 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宪荣老师待会下了节目 等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好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两档股票 就是在这两天 有位林先生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1210的大成 跟一档1409的新鲜 我们一并在今天做一个回答 那先来看大成的部分 当然大家应该都对他蛮熟悉 老牌的一个食品股 业绩来看还算蛮稳定 去年EPS赚了三块钱 不过以他今年1到9月 营收563例 年增率多少 1.9%来看 只能说他的稳定 有余 但是缺乏一个成长爆发力 那这样的股票通常不会自己涨 要靠大盘跟着涨 那今年指数多头 当然他也从年初的25块多涨涨 涨到现在35.55元 还原全值来看又突破了前高 可是要注意 这是周线图 当他还原全值创新高的时候 底下成交量在这边爆出一次大量 现在再过高量却没有再出来 那指标的部分这边过股价 过了前高之后也没有去过前高 换句话说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这里他的成交量跟指标 都有高档背离的现象 这是一种警戒讯号 换句话说现在的结构 看起来好像还在继续走一个多头行情 但我认为他也已经有这个抗融有悔的迹象 或许没有马上要跌 但是在这地方也该要居高思维了 这是先给林先生一点操作的提醒 那再来看新签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业绩上来看 这个大成EPS去年赚了3块钱 新签这个去年只赚了4毛钱 比这个大成还不如 都是属于老牌的一个这个所传产股 他是做纺织的 那1到9月营收271亿 年增率6.7% 也都是属于稳定 但是获利没有很好 也更缺迁了一个长线爆发力 原则上如果是我的话 我比较不会去推荐这种股票 因为业绩欠缺一个爆发力 股价通常要大涨也比较难 除非靠指数真的一路多头来推动 那再来看技术面的部分 这边从高档10块2 拉回来整理8天之后 现在回测到月线支撑附近 有机会在这里做一个反弹 但是弹上去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在10月18号就这一根爆量出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股价就过不了高 那这种爆量 股价没有能够再创高的 通常都要小心 很有可能换手失败 那为什么会换手失败呢 观察筹码面 之前有大户在增加 库存在增加 有大户在买 但是爆量之后 大户库存就马上减少 这种大户操作都属于短线赚了就跑的形态 不是属于长线大户 你操作就不要跟着它长相厮守 我会建立说 就算有反弹 弹上来的话 也应该是要找卖点 或者是要注意 在前一根爆量 10月11号的低点 这个价位先记下来 万一再跌破的话呢 这地方还是要出 这是给林先生一点操作建立 尤其林先生他还提到 他是用融资来做买进 这地方的风险更要去注意 因为融资做股票是 不能够经得起一次的错误 错一次可能这地方就写本无归的可能性都很大 所以万一不对 那个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先提醒一下 好那回来 回来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大盘指数的部分 再创一个波段新高 早盘指数开盘上涨68点之后 盘中最高已经来到10842 大涨了133点 继续创下历史新 这个本波段的一个新高 也是27年来的新高 当然为什么会涨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太过于意外 还记得10月23号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解这个盘就提到 目前指数在高档先做一个震荡 但是后市观察到 这个行情你会发现到 短线虽然量的趋势稍微有点转弱 但是只要能够有多方攻击量 1250亿出来 那接下来在震荡整理之后 因为外资在手中的旗指 仍然尽多担忧5.5万口 那根据经验短线它现在这地方调节之后 接下来这个到了11月 还是会往上准备攻上去的 所以指数的部分 当时我就提到过 我认为这个行情应该是先下 或是说先整理 然后再往上走 其实上个礼拜五 当大盘指数那天开高压回的时候 我也都提醒过大家 你要去注意哦 礼拜五虽然开高压回 看起来好像很弱 但是有一个杀盘取量的效果出现 让5日均量 10日均量同步在走高 反而量的趋势又在转强 接下来量只要维持1200亿 大盘就有机会开始发动攻势了 所以今天指数为什么会涨 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国股市的关系 可是比如说 看美国股市来做股票 美股上个礼拜五 真的纳斯达克大涨了144点 你知道了你才去要进场吗 今天早盘开高你跳进去追 也容易追在短线高点啊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说做股票 你不要看美股来做 因为你会发现 行情如果在整理盘 你看到美股涨 开高你去追 常常套在短线高点 反而是在洗盘的时候 你常常看到美股跌 你把股票卖掉 你又卖在低点了 那所以说接下来行情 当然今天这样推高上来 又怎么去做观察呢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那10月23号提到过 整个大盘其实震荡向上 格局不变 上礼拜五也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先整理之后 准备要开始上工了 那今天大盘 关键在于上礼拜五成交量 放大到1400亿之后 今天预估量也还有1300亿 连续两天达到多方攻击量 1200亿之后 接下来五日均量 已经开始连续两天 止跌回升 在搭配的筹码面 有一个关键 上个礼拜五大盘指数 开高压回之后 看起来好像很弱 散户都下到了 所以融资在上个礼拜五 上市归加起来 总共大减了26亿 代表说散户看到上个礼拜五 大盘开高走低 股票都先砍再说 那散户把股票砍掉了 那这个行情筹码又跑到哪里去 又跑到大户手中的时候 那有经验的人会知道 当筹码在大户手中 行情反而是一涨难跌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筹码又转为对多方有利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大盘在高档震荡过后 成交量只要能够稳住1200亿 我认为大盘指数很有机会 准备开始展开一个所谓的公式 所以接下来我会提醒大家 要把握赚钱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波 尤其年底到了 开始反映明年会有哪一些 爆发性的成长产业的时候 2018年爆发性的大波段黑马股 我们在接下来就准备 开始好好来锁定 尤其现在10月底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又要公布最新的营收数字 如果说符合我所说的 业绩有大幅度成长的 有这个爆发性产业底下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的公司 这样的股票 一旦有大户进或转强讯号出现 能够在这个阶段 好好来做低档布局的话 这就会有机会 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那为什么我要先这样 来跟大家做提醒做规划 我要先提醒大家一次 那我不是要跟那些 所谓的空头老师做辩论比赛 我也一直强调 股票市场不是辩论比赛 但是结果会证明 谁是胜利的一方 所以所谓的辩论比赛 是看谁的口才好 哇 说话比辩论比赛 都会贏 对不对 可是股票市场是这样吗 不是啊 是你重点要能够去客观 理性的分析 预测 精准的预测未来行情 这才能够成为赢家嘛 所以千龙老师的口才 没有其他头顾老师那么好 讲起来 哇 说话都很大声的 可是重点是 我不敢保证我也一定对 但是过去经验 你会看到谁是对的 过去这波行情 很多头顾 很多空头老师 是从年初一致到加大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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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要崩盘了 到现在还在坚持 放空才是对的 那也有投资人在问我 为什么这些头顾老师 明明都已经被嘎了一整年了 都已经被嘎了几千点了 还要坚持说放空才是对的呢 当然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个他们在喊空 他们有没有自己 用自己的钱去空 没有 他们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他们会相信说 反正时钟坏了 也总会一天准个两次 天天喊空下去 总有一天行情会跌 他们就可以 在跌下来的时候做生意了 对不对 可是这是他们当分析师 不是用自己的钱再玩 行情跌下来 他就可以说他对 可是对你 如果是你是投资人 用自己的钱再玩 你如果这样一路放空 一路放空 一路放空 真的行情跌下来的时候 你也能赚得到吗 还是你早就已经 可能断头被断几次了 这一点你要去想清楚 当然第二个 很多空头老师跟你讲说 哎呀指数虽然还在涨 可是他放空的股票都 都到底啊 他还是准的啊 可是你相信吗 连最基本的指数都看错了 他股票的方向能看对吗 这一点你要先去想清楚 那我只能说股票不是辩论比赛 结果会证明谁是胜利的一方 我也不敢保证我一定对 但是过去经验 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现荣老师不是个死空头 两年前大盘攻到 10014高点 我也建立会员配偶建立空单部位 对不对 预防大盘会有回碳到 10年线的风险 等大盘指数真的跌到10年线 二度回到10年线 消息面利空不断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这时候该怎么做 多头火速归队 10年线附近大盘已经开始要发动攻势了 赶快来拼大的 这一路都是建立大家把握拉回逢低布局机会 包括川普陷入通俄门风暴 指数涨到10058 美股暴跌下来 台北股市杀到9895低点 我都强调 这一次拉回杀短多 将是站稳万点之前最后买点了 到现在台北股市又创波段新高 10842 继续大涨继续走高 对不对 你会看到谁是对的 好那这就是现荣老师的使命跟责任 再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运用技术分析 精准规划未来行情 来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我提醒大家 现在大盘这地方 第一个领头羊台积电 继续走高没有问题 第二个融资上个礼拜五 大减下来之后呢 筹码又转为对多方有利 那量这两天都稳住在1200亿之上 接下来量不要说又缩掉 稳住在1200亿就好 大盘又有机会 五步一步的往上 这时候呢 当然我们就要开始把握 把握什么 不是叫你去乱买股票 乱追乱抢买买 乱追乱抢买买 我还是强调 不小心也会受重伤啊 去看看今年 六月份跑去买大雨资 跑去买游戏软体的 看到他大涨去追 买在200多块那些头股老师 害了多少会员 重伤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郁金光涨到500多块 也一堆头股老师在喊光学股 县荣老师那时候都提醒光学股 这时候也出现转弱讯号 要居高思维了 也害了这地方 带着提醒投资 要避开这一段的风险 对不对 不是指数涨 就可以随便乱买 重点还是一样 要锁定最有爆发力的明星产业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这样才能稳杀稳打 所以在接下来 我们将锁定在2018年 五大明星产业 一个人人工智慧 两台车 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车 加上3D感测 工业4.0 5G通讯 这五大明星产业 这里面对于新能源车 跟自动驾驶车的部分 当然这两天 大家都在担心 听说Tesla 这地方对供应链在砍单 大砍单 车用电子还能玩吗 股价不就挂了吗 当然我前阵子也提醒大家 像美琪 真的不要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四十几块不买 这地方去追高 那个风险都很大 对不对 现在仅去追高的 当然也多多少少又重伤了 受到一点伤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块长线还是要持续看好 为什么 第一个Tesla所谓的砍订单 并不是说消费者的订单不见了 没有人要买电动车了 消费者还是要买电动车 只是因为Tesla自己在生产 这个所谓Model 3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做汽车的座椅 汽车座椅呢 Tesla在之前的Model X Model S的时候 是外包给人家 结果他觉得做得不好 所以这次的Model 3 这个平价版电动车 决定全部收回来自己做 可是自己做 技术能力又没有到那里 所以没有办法大量的自动化生产 变成手工慢慢生产 那就差在一个座椅 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大量交货 所以虽然有一堆的订单 这个没有办法交货 只好请其他的供应商 其他的零组件供应商说 你订单先不要急得出那么多 暂缓以后再慢慢出 所以这是所谓的砍单 并不是砍单 是地盐订单 那更重要的是 那现在不止Tesla在做电动车 包括Volvo 包括福斯 包括Benz 包括BMW 包括中国大陆那边 一堆人在抢劲 要推出电动车 可是能够去生产里面 关键电池的 这才是未来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Tesla 在这个扩产电动车的时候 他的电池供应商谁 Panasonic 现在准备砸千亿日元 来增产所谓的锂电池 那这对电池材料 未来的需求 长线绝对还是值得继续看好 对不对 那其实不止Tesla 包括现在电动车 大家说要普及 不只要充电 还要快充 汽车里面也要快充 电动车要快充 所以现在另外一家电池大厂 Toshiba 也推出来 超级锂电池 充电的话 6分钟充下去 跟加个油差不多了 就可以跑320公里 当然这个部分 目前还没大量量产 一旦让它量产 电动车普及率 势必要再幅度 大幅度拉高 这绝对是我们长线 继续关注的重点 另外包括AI 人工智慧的部分 现在黄金十年 才正要开始 这个部分特别注意 所谓的人工智慧 借由高速运算的晶片 实现了机器深度的学习之后 这两年 人工智慧市场的产值 正要进入到爆发成长期 那根据市调的一个估计 人工智慧产业的一个规模 从2016年到2024年 年复合成长率 将每年以这个58%的速度 持续大幅度成长 这样成长下去 产业规模会从2015年 到2.03亿美金 增加到多少 2024年到111亿美金 这就是一个复利的效果 对不对 那这样成长的商机之下 有竞争力的公司 未来业绩很有机会 就是翻倍再翻倍 那股价呢 你要好好把握 很有可能大波段 倍数的一个商机 就从这里面要开始了 所以县荣老师 做股票就再三的强调 我们就是要去从这些 有爆发力产业底下 当然你要记得 不要去找那种阿猫阿狗 只是张帐边的投机股 要找真正有竞争力 业绩会成长的公司 在趁着筹码面 有大户金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领先市场买在第一档 这就能够有大波段的获利机会了 就像今年县荣老师 锁定到多少档车用电子 见准24块多 发现有大户金货 转强讯号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对不对 现在呢 见准已经涨到多少钱 60几块 包括了4912的联德 86块多推荐大家的 发现了他的物联网 跟车用的一个零组件 需求都在开始成长上来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金货转强讯号出现之后 我们86块多买进 现在涨到多少钱 200多块了 包括了康普 这是我们最早锁定的 车用电池的黑马 46块多 发现大户金货转强讯号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现在涨到多少钱了 前阵子最高 涨到这个148 我都提醒不要去追 去追的都容易套到 对不对 我们是46块就买进的 再来看到了汉磊 11块多 现在也多少钱了 大家仔细看一看 也28块了 每起码44块多推荐的 这些股票都不是说 我买了就涨停板 更不是涨停板 我才去买进 都是领先市场带着会员朋友 买在低档 掌握一次又一次大波段的利润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坚持 做股票用正确的方法 其实赚钱并不难 只要你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再来就是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而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继续的锁定 最有爆发力产业 找出来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2018年五大明星产业 人工智慧 车用电子 3D感测 工业4.0 5G通讯 如果想赚到大波段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投顾 好看弄在这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这两天 有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位投资朋友在问 问说 最近指数将来来回回震荡 做波段 好像赚太慢了啦 那是不是做短线 杀进杀出 这样子 强点零用钱 会比较好赚呢 我会提醒大家 我在股票市场 我在股票市场 已经20年的时间 看到太多投资朋友 有人真正赚到钱 可是大部分人都在赔钱 为什么这些人会赔钱呢 发现到 常常就是这种迷思 我在上个月举办的 操盘高手养成班里头 提到 散户为什么老师输 有一些错误观念 其中第四点就是 都觉得长期投资 赚太慢了 只有短线 杀进杀出 才好赚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结果我发现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在那边短线 杀进杀出的时候 钱都跑哪里去了 资金都被那些 交易成本给吃掉了 什么叫交易成本 你买一档股票 买进的时候 要千分之 1.425的手续费 卖出的时候 又要再一次 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然后还要交给政府 千分之三的一个 证交税 那看起来不多 但是钱最后你会发现 都进了券商 都进了营业员 都进了政府口袋 为什么呢 我们就用操作100万做例子 每天进出一趟 加起来手续费加证交税 我算千分之五好了 算这个手续费 有打点折了 比较好算 对不对 100万手续费加证交税 5000万 5000块你听起来不多 可是如果你天天在那边 杀进杀出 一年杀进杀出个200趟 到最后交易成本 你会发现 就算你价差 给他有一倍 你价差有赚一倍 但是交易成本刚刚好也是多少 100万 钱最后都进了哪里 券商跟政府的口袋 这还是你的价差 假设你有赚一倍 大部分的人没有 没有之后呢 钱都倒亏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 每天杀进杀出 过度交易的结果 钱都进了券商 营业员跟政府的口袋 而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真正能够赚到大钱的 绝对都是大波段操作 因为长期投资 大波段的一个复利效果 这才是投资股票 能够赚到大钱的关键因子 举个例子 你假设买一档股票 40块买进的 它涨个50%的时候 涨到60块了 当60块再涨个33% 涨到80块的时候 一样涨20块 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40块买进的 你的获利是多少 不是33% 你已经赚到一倍了 涨到80了 而80块再涨50%的时候 你赚多少 不是赚50% 涨到120的时候 你已经赚两倍了 因为你的成本40块 涨到120 你已经足足赚了两倍了 那就是我所说的 复利效果 对不对 不是说50加33加50 是让复利这样算上去的 你说真的可能吗 有啊 我们的每期不就这样 40几块带着会员朋友买进 足足赚了两倍上来 这就是一个复利效果 那我们怎么赚的 就是从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底下 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呼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领先市场满赛低档 然后坚持大波段操作 这样才能够赚到稳扎稳打 大波段的获利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 哇涨了两倍了 你去买美其马 你就可以变这两倍的获利 当然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很多投顾老师 这时候才去追美其马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看好车用电子 四十几块的时候 为什么不推荐呢 而是正好涨翻天才去买 不也就是跟当时 大宇只涨到两百多块 一堆投顾老师在喊进 一样 只是因为看到他很会涨才买 那这样跟你自己去乱追 有什么不一样 你去追参加那种投顾老师 能帮你赚钱吗 当然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真正要赚到钱 记得 今天的收获是来自于 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我们的康普 我们的美其马能够大赚 都是来自于之前 就做好播种跟耕耘的动作 而明天的收获 就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所以接下来 宪荣老师已经在锁定 2018年五大明星产业 如果想把握这波万点行情 想把握像康普 像美其马这样 大波段获利的投资朋友 欢迎这地方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来享受大波段获利的果实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